阿根廷今年通膨 标迫三位数 直逼116% 让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抢劫商店的情况更是实有所闻 走进去店内 货架上一片空荡荡 地板上满是泥泞跟垃圾 杂物散落各处 这是超市被洗劫后的惨况 事发在阿根廷西部的莫雷诺城 距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36公里 上周末全国好几家商店遭抢的影片 在社群媒体上疯传 打砸抢快要变成人民的生活日常 阿根廷面临经济危机 年通膨值比116% 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13号举行的总统初选中 右派自由经济学家米雷伊 以超过三成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但他提出经济美元化跟废除央行等 极端经济政策 引发市场进一步担忧 民众争先恐后 在街上狂买美元 批索重扁 让通膨进一步恶化 阿根廷上个世纪 曾是人均GDP全球第三高的国家 近年来饱受通货膨胀 跟经济衰退所苦 当地通膨今年4月 首度飙迫三位数 成为全球通膨最高的国家之一 无恋者编译